法政许敬张飞,十几位文武大臣,陪着军师诸葛亮来劝说刘备称帝,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呀,军师啊,您怎么能这么讲啊,怎么能劝我称帝呢? 我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可是我是一个臣子啊,如果我这样一做,那不成了反汉了吗?万万使不得呀 诶,诸葛亮一听,诸葛,飞爷,您说的不对啊,放尽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 四海才得之势,舍死妄生,而是其上者,皆与盘龙俯奉,建立功名 今主公民必贤首义,恐失众人之望,望主公殊私啊 哦,军师拽了一番啊,可是他拽得很有道理啊,主伯亮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您说的那个话呀,不对头,现在不是吗?天下分崩,根本没有君主之说了 那个汉宗亲帝就是个牌位了,而是英雄各霸一方啊 四海有才之势,都在舍死妄生,士其上 那就是说呀,找点阴忧,也想跟皇帝啊,挂上点关系 就是说得扯起个名正言顺的旗号来 想建立功名,称王称霸 孙仲某独霸江东啊,草草携天子,自立魏王 人家都能这么做了 可您呢,您是正宗正派啊 您更应该这样做 按照您这说法啊,您是怕人家别人说闲话呀 您就为了这个意思啊,把大事都耽搁了,那可有失众望啊 这个事儿不是吗,您得好好琢磨琢磨 刘备听的这会儿,他看了看这几位 哎呀,不行啊 怎么,军师,您说的倒是很有道理 不过,我刘备不敢啊 刘备说的这句话可是心里话呀 怎么呢,他听周国亮说的头头是道 按现在来看呢,自己也够这个份儿了 不过不行,怎么不行呢 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舆论受不了 你刘备想干什么呀 你不是重复汉室吗 上报国家下安离树 这不是你们刘关章的誓言吗 哦,敢行,你为了当皇帝呀 这刚得了两川一个汉中 荆州还不一定归自己呢 到现在还是跟人家借的地方呢 就这么一嘎嘎地方 你就称帝了 刘备是有点不敢 他想不想呢 刚才周国亮那番话打动了刘备的心肠 他很想这么做 但是理由必须得充分呢 那就是说呀,要坐鞋可以,得名正言顺 得坐得稳,坐得牢,坐得叫人家福气 他说这不敢也是真的 哎呀,刘备这几句话说完之后 屋子里这些位可就议论开了 主公不敢 哎哟,主公啊 那么我们跟着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沙的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想保您成霸业吗 可您总这么不敢 刚才军师的话已经说过了 您还是为了避嫌呢 就是怕人说您什么 您为了权益避嫌 直大势而不顾 那您可有点太伤我们的心了 也就是说 我们保了您回子 这究竟目的是什么呀 那我们也有点太泄气了 哎呀,不是 刘备赶忙摆了摆手 诸位可不能这么说呀 就是说大家别泄气 我刘备确有苦衷 当年我在许昌的时候 哎,对了 我记得我跟军师说过呀 有一次曹操在许昌射围 他用皇帝的弓箭射中了一只梅花鹿 在场的人一看这只剑呢 误以为是天子射中的 大家是山呼万岁 当时曹操催马向前呢 他迎受了这一欢呼 在场的文武 无不怨恨 痛骂曹操贼 剑阅 就曹操做了这么一件事 大家都恨他 都骂他 何况我今日 要面南辈辈称立呢 是绝对不敢 也绝对不能这样做呀 往祝公体谅刘备之苦心哪 哎呀 大家一听 祝公说的也有道理呀 这个事儿是猛撞了一点 可也不算是猛撞 刚才咱们军事分析的很透彻了 那不是举了不少的例子吗 连孙权曹操这不挨边的人 都可以称王称霸 何况我家主公了呢 可是主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呀 万一要落一个剑阅之名呢 好说也不好听啊 咱家主公大义诉诸 是得体谅 大家议论来议论去的 体谅 光体谅也不行啊 合着让咱们主公 就挂这么个荆州木 就这么忍着呀 那您逃不了贼 怎么呢 人家曹操是魏王 您给荆州木 总领着兵去发人家魏王 那怎么能行呢 为什么曹操有这么大的势力呀 就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 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呢 您广打着荆州木的小旗 那哪行啊 不行不行 军事您说呢 诸葛亮一听 诸位说得有理 诸公 您都听见了吧 我听是听见了 我即便听得再清楚 我也不能称帝 军事无论如何不行啊 诸葛亮想了想 要不这么这么 主公也确有难处 但是呢 虽然不称帝 您也得呀 为王 干脆 咱们自立 汉中王 为王 啊 嗯 刘备想了想 点了点头 为王 我看到可以 呃 哎呀 也不行 大家脸上刚有点笑模样 刷 线条又全收回去了 怎么又不行了 那曹操都可以自领 魏王 您进汉中王 有什么不行 我说这不行的原因 嗨 大家别急呀 听我刘备慢慢说 他主要是名不正 言不顺 大家听到这都看着军事诸葛亮 看诸葛亮怎么办呢 诸葛亮一听 主公 名不正 言不顺 啊 你就是为王 也得受黄蜂啊 嗯 诸葛亮听到这微微一笑 主公 您已经受过黄蜂了 刘备倒愣了 我什么时候受的黄蜂啊 嗨 您不是受过御代赵吗 皇帝让您啊 奉赵讨贼 现在董城马腾 都过世了 这御代赵 讨贼之望 就落在主公您的身上咯 所以啊 您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术 重复汉室 您也应该自立汉宗王 是立王 讨贼呀 完成天子 御照使命 您这才叫大忠 大义 诸葛亮这番话 说得张飞啊 蹦 蹦起来 啊 退退退 军师 您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好 我怎么这么爱听 大哥 您就别胡思乱想了 刚才军师这话说的多清楚 有的那不挨边的都可以称王称霸了 您是大汉皇叔 别说您为汉中王了 您真的面南北北登了机 谁也不敢说什么 刘备瞪了他一眼 哼 一得 休得乱讲 退聊下去 刘备火了啊 说别人他不能啊 不能这么身弛啊 哎呀 军师诸葛亮和在座的这些文武都是很有身份的人的 但是说张飞行 那是自己的兄弟 张飞也明白 大哥这伙啊 都跟我姨儿这仨了 让我退下去 退下去行啊 我就退着老家捉住去 都可以 但是您呢 是只能进 不能退 一句话把屋子里这些人都给说乐了 诸葛亮一看 主公啊 事已至此了 我看您就不必推辞了 军师 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 那也得写个奏章 奏明天子 然后再称王啊 诸葛亮一看 可以这么办吧 您呢 这儿先称着王 咱们一方面称王 一方面写表 哎 孝直啊 你受点累 就带点笔吧 法政一听那行啊 写这个 不客气点说 都甭回家去取去 顺兜里就掏出来了 出口成章 提笔成文 还得找出许许多多理由来 这表彰拿到哪儿去 不管叫谁看 他都得服气 自古至今是一理啊 这造舆论特别重要 哎 只要自己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他就必须得说出一大堆理由来 为他这个目的服务 大汉皇叔刘备也不例外啊 看来刘备不是不想称王 他想称王啊 他跟大家呀 说了那么半天呢 主要的目的 他让这些人帮着他找理由 只要理由一充分 刘备就可以坐下 连夜筑谈 连夜上表啊 就在缅阳这儿称王了 看来也够急的 连回成都这空都没了 把军校调出来 列成方队 大家忙了大半夜 忙什么呀 得给刘备尽免呢 衣服帽子都得换了 免呢啊 就那帽子前面挂着一串一串小珠子 免留官吗 就是皇帝戴着那帽子 哎 帽顶跟着搓板似的 前面后边都有一串一串小珠子 那小珠子不是轻易往上挂的 想挂多少串挂多少串 那不行 皇帝那个十二串 珠红九串 哎 得给刘备做那么顶帽子 这帽子一戴上 感情这身份就变了 说了半天 刘备这帽子上小珠子 到底多少串啊 十二串 跟皇帝那一边多 那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刘备知道 曹州自领魏王 他戴那面 刘备就是十二串 我刘备带九串啊 按道理是应该 比你少三串 没那事 也这么多 刘备登坛祭天 尽冠冕皆喜寿 是面难而坐 好威风哦 现在是什么时候 正是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 宣德 宣德 祝坛与缅阳是方圆九里 分布五方 各设惊奇一帐 全臣一次序排列 是文东武西啊 刘备 坐在那儿 是文武百官拜贺 为汉中王了 立即啊 立流禅为世子 封许敬为太父 法政为尚书令 诸葛亮为军师 总理军国大士 封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忠为五虎大将 封魏延 为汉中太守 其余的 是依次封赏 缅阳大庆 不仅是缅阳啊 整个的汉中 以及西川 连京香九郡 一块庆 喝这个热闹 锣鼓悬天 兵炮齐鸣 悬灯街 才是热闹非常 刘备写的那份表呢 送到许章去了 那表彰送到许章去 根本落不到皇帝手里 皇帝上哪看去 不管什么样的表彰 只要是往朝廷送的 必须先送到魏王府 先得让曹操过过目 曹操现在干嘛呢 养病呢 让魏延设那一箭 不是设的人中上了吗 设掉俩门牙 到现在还没痊愈呢 他这才从汉中回去几天呢 那牙也没香上 那年头啊 也没有香牙的地方 曹操算受了罪了 掉俩门牙 说话也不得劲 吃东西也别扭 干领啊 什么馒头啊 花卷啊 吃都相当困难 怎么办呢 只能吃流食 曹操一边扶着药 上着药躺在床上 半躺半卧 那忍着 忽然听说 汉中刘备送表来了 曹操吃了一惊啊 刘备的表 来来来 一般的表彰啊 就让手下的文臣处理处理就完了 只要是江东和四川成都来的表彰 那曹操格外注意啊 现在一听说这表谁写来的 刘备啊 快给我念念 他现在看东西都吃力 叫人给他念 这文官捧着这表彰啊 站在这会儿干咳嗽两声 没念 曹操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 怎么 你倒念呢 大王 我看不念也罢 哦 曹操就明白一半了 大概啊 刘备写表 在表中痛骂我一番吧 那也没关系 念 遵命 说了声遵命 这位就从头至尾 把刘备这表 念了这么一遍 刘备这表写的什么意思 总的内容啊 他说自从董卓专权以后 又有李觉郭四作乱 好不容易 把这些逆臣都给除了 没想到 又出了一个奸曹操曹操曹孟德 携天子令诸侯啊 为臣我呀 奉天子你的御代照 和国舅董城一起讨贼 由于积事不密啊 董城国舅被害 臣我有付国恩 直到现在我是寝食不安 我为服汉事 贤良苦劝 劝臣进汉中王 为国为民赴唐导火 臣我是在所不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拜授的印喜 是以宠国威 顺天应食 为的是葡萄兄弟 就是灭曹操 灭了曹操之后 好以宁设计 天下就太平浪 呵呵 把曹操给气的 大叫一声 咳咯 哎呦 怎么了 伤口差点裂了 不好 气得曹操一抬腿 当一脚 把枕头踹地去了 他马上下地 过来几个人搀扶他 大王 您息怒啊 您可不能生气 怎么呢 这医生说的明白 您要一生气 这伤口要一发作 可就不好办了 您这么大的魏王 上嘴唇一大窟窿 总不能愈合 那多难为情啊 曹操不管那个呀 现在他正伙的呢 好你个知习饭居的小儿啊 大儿贼刘备 这还了得 你自己称自己为汉中王了 谁疯的你啊 你敢跟老夫我比吗 这还了得 剑阅为王还不算 还敢明目张胆的前来上表 我呸 他想狠狠脆一口 嘴唇没那么大力量 我一定有大儿贼 怎么回事 上嘴唇不兜风 没说清楚 曹操说呀 我这回要发清国之兵 和大儿贼刘备决议死战 就这么个意思 气的眼睛都红了 手下人赶快跪下了 跪下干嘛 劝他呀 哎呀 大王您息怒 您先别着急 把众文武请来商量商量 商量完了之后 再发兵也不迟啊 哎 曹操勉勉强强的 算把火按住了 吩咐一声 把文武给我找来 功夫不大 众文武都来了 金德文来这么一看 大王这是怎么了 满脸怒气呀 坐在那是一声不哼 俩眼发直 曹操怎么了 曹操想心事呢 他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窝果 他想谁呀 就是刘备呀 好你大儿贼呀 啊 他居心叵测呀 当初一日 我把他带到许昌 就住在我的身边 这只老虎 他真会装馅 整天他鼓足小菜圆子 我问他干什么 他说他学谱 嘿 倒把我给蒙了 他给我来了个 免从虎穴 占其身呢 我还跟他青梅煮酒 论英雄呢 到时我没看错呦 刘备并非池中之物 真应了我当年那句话了 天下有几个英雄 没几个真正的英雄啊 只有使君与曹尔 当时这句话吓得刘备 脸色都变了 咔嚓一下筷子掉地上 恰恰这时候咔嚓 打了一个劈雷呀 嘿嘿 你说这刘备他装的多像 他说呀 是让雷把他给惊着了 胡说他跟我装相呢 哎呀 曹操也恨怨自己呀 我既然看出来了 刘备非同等先 那么他在投我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呢 现在你瞧见了没有 他跟我撬着干呢 我怎么着他怎么着 我统一北方 他赖着荆州不走 后来取了西川 现在又把汉中得过去了 我自领魏王了 他那儿进了汉中王 哈哈 大尔贼 你敢与老夫平起平坐吗 这回呀 我是尸除你这大尔贼 我要不把你刘备除了 终究是我的个大患 这回呀 我发清国之兵 一兵一卒我也不留了 把人马全带出去 我跟你拼了 曹操怒发冲关了 现在一看文武都来了不是吗 他立刻传令 骑兵 中文武啊 谁敢说什么呀 大家心说 哎呀 大王您这能行吗 看他这么大的火气 这骑兵干什么去 征讨刘备 哦对了 曹操吩咐 把这表彰再念一遍 又把刘备那表啊念了一遍 大伙这才明白 是得放 对 乱不得大王气成这样 这刘备啊 十分可恶 发兵 发兵吧 呼 一跌生的发兵啊 可就在这时 站起一个人来 慢来慢来 大王 吸一跌生的发兵啊 呦 众人全愣了 这是谁呀 只见此位啊 那个长性 那身脸 特别是从侧面和后影看 跟魏王曹操差不多 此位冲着曹操一共守 大王 您不可因一时之怒 勤劳车架援征 臣有遗迹 不许张弓搭建 令刘备在暑自售其货 带起兵衰立尽 只需一将王争之 便可称功啊 可 他说您何必呢 勤劳大驾 去争刘备用不着 您听我给您出个主意 我让刘备啊 自取灭亡 等他西川 兵衰立尽之后 您就派一员大将 带人马进西川 刘备必擒呢 呵呵 这是一位高人啊 出口不凡 与众不同啊 曹操上下打量 嘿嘿嘿 乐 我当是谁 原来是我的重达 谁啊 此位父姓司马 丹自明仪 自重达 司马仪 司马仪啊 当年是曹操跟前的一个养马官 官宇 官云厂 被困曹营的时候 曹操不是曾经 向官公送了一匹马吗 赠他一匹赤兔烟之兽 哎 那时候呢 马号的活啊 都归这位司马仪管 现在啊 司马仪可不是马号的号长了 感情已经进入了曹操文臣的行列 经常给这位卫王是出谋划策啊 而且呢 主意出出来啊 都高人一筹 曹操特别喜欢司马仪 不仅喜欢他的财 他看着这司马仪啊 行动作卧 举止言谈 有好些地方 跟自己差不多 曹操很得意的 所以对司马仪也很亲密 今天你看见了没有 众文臣武将 一听说要罚刘备 一个个是擦拳魔掌 看样子 立刻就起兵才好呢 唯独人司马仪 说不能怎么办 哦 中导 你坐下降 司马仪说了一声谢坐 坐那 曹操一笑 不知众达 有何高见 大王 江东的孙权 不是把他的妹妹许嫁给刘备了吗 可是在刘备进西川的时候 孙权又悄悄的 把他妹妹孙上乡 接回江东去 刘备 占据着人家荆州不还 他们彼此俱存 切齿之恨 大王今日可差一蛇变之势 找一位能说会道的 拿着您的书信 到江东 取游睡孙权 让孙权 兵去荆州 刘备听说荆州危险 他必然发西川之兵 去救荆州 那时大王您呐派议员上将 去取汉川 是刘备首尾不能相救 势必威 刘备可亲 一席话说的曹操啊 点头微笑 他不是哈哈大笑吗 大笑不了 这嘴疼啊 他当时派蛮宠蛮柏宁 拿着自己亲笔书信 是游睡 江东 咱们 感谢观看